本报记者郝城北京月阳报道,93万博的1500万,如果不是内讧,来自国企、法院、政府的四人,都各自安好,他们列举的,是元东北首富、办事室,在月阳的投资股权,国企月阳房地产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,以下简称月房公司,的440万股法人股和50万个人股,中国经营报核实。 湖南省高院行政庭副庭长,拥有湖南省优秀青年卫视称号的郑波,以被裁选留置措施,以980年出生的郑波,被证实与华荣县政协副主席泰医生、月房公司、元财务总监丁学们、董毅、延章一起,趁范运续被抓,以低价获得了上述股份。 其中,郑波在办公室内,对一份判决书中的两个字进行了修改,这成为这场豪夺的关键。 目前,上述四人均已被相挂部门控制,也报此事的。 则是丁学满的弟弟黎某某,随母姓,其作为人头淹布满林翻成,而将郑波等人悉数讲出,机位、公安等随即查实。 据了解,不久前却良当地已经做出重舍判决,对上述豪独知识中的关键环节进行了纠正。 知情人透露,在被查前,郑波等四人曾密谋对策,试图以借款掩盖行收户往事,修改关键两次。 1992年,东北首夫的名声之下,搬运去英岳阳市政府,前往投资。 当时,岳阳市房地产管理局,等六家国有法人单位,正在定向目击成立岳房公司,半日需名下企业A公司,获得440万股法人股,半日需个人则获得50万股个人股。 据法制日报报道,银缺房有效管理,岳房公司在成立后红火了几年,之后便开始年年亏损。 虽然曾试图通过开发新项目改变困局,但开发的项目也不断出现问题。 2004年时,岳房公司停止被经营。 2007年,半日需被刑据,其名下多个公司进入无序状态。 2009年,岳房公司被岳阳市中院裁定,于2010年1月27日解散清算2009月中年2初次第52号。 当年3月18日,清算组成立,齐成园中,丁悬骂系岳房公司的原财务总监,年长则是董事会秘书。 据知情人透露,当时,丁悬骂曾数次前往A公司,找到该公司董事长秘书冯某某,提议以0.19元每股的价格, 将A公司组织440万股及贩运区的50万股买走。 总计,这笔交易将193.1万元完成。 与此同时,丁悬骂找到严章同事,华荣老乡, 郑伯丁悬骂前同事杨梦宇月阳中原原妇,院长郑某某之子, 蔡宇正系丁悬骂丈夫的同母一副兄弟,希望他们三元每人拿出50万元,完成交易后, 此人将平分范日序的这些法人股和个人股,看上去,丁悬骂在凑钱制衣环节上极以赚到不少, 整个交易,他可以不用花一分钱,整件事似乎进行的较为顺利。 2010年4月25日,丁悬骂以其弟弟黎某某的名义,将440万股法人股和50万股个人股买来。 其中,440万股法人股的对价83万元进入A公司账户, 而50万股个人股对价9.5万元则先给了冯某某,后转入公司。 事实上,为感谢协助完成此次交易的冯某某,丁悬骂向其嫌后送出30多万元好处费, 而冯某某则被指抛制了董事会决议等相关文件。 当时在越洋中院任职的郑波,则在拿到52号裁定书后,对其内容进行了修改, 以让冯某某的人相信月房公司已毫无价值。 据了解,原材定书中写的计算清算,被郑波等人改为破产清算。 事实上,当时丁悬曼等人即知道,月房公司出资金紧张外, 其拥有的土地等资产会升值,而个人股比时的股息即已达到0.4元美股。 这是一笔稳赚,很赚的生意,密谋对抗调查,完成上述交易的几个月后, 2010年8月,实验月洋中院行政庭副庭长的郑波,被授予湖南省优秀青年卫视称号。 同时,刚满30岁的郑波,也被选派致盛高院挂之锻炼,任省约行政庭庭长助理。 彼时媒体报道着,历年来,省市两级法院组织的案件质量评查,他成败的案件都是满分。 多次兼聚聚额贿赂,但郑波的荣誉,无法掩盖那场豪夺的漏洞。 事实上,除相关文件系维造案,上述转让交易在法规上还存在两大硬伤。 根据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规定,法人股份即应向公司法人转让,而作为人头子李某某却是自然员,并没有首要资格。 这次转让发生在清算组成立之后,也是法规所不允许的。 加之月房公司系老国企,又有大量股东、职工、业主、债权人,其中个人股东级多达3180人,竞算进行的并不顺利。 或许为了更加合规,2012年,丁雪麦等人在华荣县发起诉讼,已确认前述交易合法有效,而代表贩日需及A公司的冯某某,则再次顺利将官司输掉。 如此,440万股法人股和50万股个人股,即都到了李某某名下,并在2014年时得到兑付。 李某某共获得1500万元税前,实际口税280余万元,但在分钱时,作为人头的李某某却分文为德,这也导致内讧产生。 也是在2014年,A公司所在地警方开始立案调查此事。 2015年,随着警方调查,丁雪麦与郑波、蔡医生、延长一起商议对策,已经在沈高院任职的郑波, 给丁雪麦支招,让其写信向A公司所在地,公安厅及机会举报,以阻止公安调查。 但一切已经太晚,未获得门的李某某,因为那事的问题,曾一度与丁雪麦等人炒番,面对警方调查,李某某将整个过程全盘突出。 此后,丁雪麦等人陆续交代实情,相关部门则通过查账,以证据还原了整个交易细节。 至此,这产豪夺完整败露。 2018年4月18日,湖南法院网发布信息,湖南高院行政审判第一庭副庭长正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,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,并被采取留置措施。 几天后的4月26日,华荣县政协副主席蔡黎生,被宣布涉嫌严重违法,接受监察调查。 而丁雪麦,严章也已被相关部门控制,并据了解。 今日,岳阳中院已对2012年,华荣县确认之处作出在社判决,撤销当年判决,并不回了李某某方面的全部诉讼请求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